我要给黑香灵补充颜色 咦 怎么没用 美人鱼 因为我们现在在食物王国 你只能用食物来给我们补充颜色 用食物补充颜色 哈哈 我知道了 变成草莓 草莓是红色的 我用红色的草莓给黑香灵补充颜色 谢谢你 美人鱼 不客气 什么 怎么没有人给我补充颜色 曼德拉女王 我来给你补充颜色了 香蕉是黄色的 我用香蕉给曼德拉女王涂上黄色 谢谢你 小野 等我恢复了颜色 我就去占领人类世界 到时候我把人类的零食都拿来给你吃 哇 真的吗 那我要去多找几个小伙伴 来给你补充能量 哼 曼德拉女王 有我在 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你可说了不算 我肯定会在你恢复之前 恢复所有颜色的 我来了 我要给黑香蕉补充颜色 怎么回事 为什么补充不上颜色 海力 葡萄是紫色的 但我身上没有紫色 所以补充不上颜色 啊 那要怎么办 海力 我身上有紫色 你来给我补充颜色吧 我才不要给你补充颜色 我不会让你去破坏人类世界的 我要把葡萄变成别的水果 黑香蕉 你身上还有什么别的颜色吗 我身上还有蓝色 那什么食物是蓝色的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吧 哈哈 我看到有小朋友说 是蓝莓 那我把葡萄变成蓝莓好了 红化魔法 哇哦 天呐 蓝莓是蓝色的 我给黑香蕉补充蓝色 谢谢你 凯莉 蓝莓女王 我只要再恢复棕色和黄色 两种颜色 我就要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哼 一会儿就会有人来给我补充颜色 蓝莓女王 我用茄子补充蓝莓女王身上的紫色 我用香蕉来补充蓝莓女王头发的黑色 不行 不能给蓝莓女王补充颜色 还会毁灭人类世界的 啊 我的颜色怎么全部都不见了 快滚出图画王国 哼 我不知道棕色和黄色的食物到底有什么 没关系 我可以问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什么食物是棕色和黄色的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